你现在听的是原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长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同类疗法是一种 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 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 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 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 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价 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 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 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 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 自1830年开始 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 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 全靠一剂同类疗剂升麻二百思 王子才能够顺利出生 否则就要否复产子了 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 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 非常之适合孕婦和婴儿使用 印度国父甘地 青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 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 袁大明医生 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 接近30年 现在破天荒感在网络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 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 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 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 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 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 发觉自己处理不到 需要袁医生的帮助 也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 现在就来听一听 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种疗剂 好了 我今天再和大家介绍一个同类疗法的疗剂 是anacardium orientali 先串一串 A-N-A-C-A-R-D-I-U-M anacardium orientali O-R-I-E-N-T-A-L-I 这个很明显是一种马六甲的豆 东方的一种腰果熟的一种果实 它亦都叫做marking nuts 原来这种果实有一种很黑色的汁 尿剂可以像是一种墨笔的一种碳笔来写 可以刻在图案上做衣服 可以做一个marker 黑色的marker 好了 这个疗剂通常是适用于什么类的人呢? 我们通常会用于一些人 可以说是神经系统比较弱 像是神经衰弱的情况 亦都是对精神方面有些问题 有些伤极性的毛病 例如躁狂的抑郁症 亦都是坏脾气的十分仔 我相信在香港很多家庭 都会有坏脾气的十分仔 我一会和大家聚述一下 anacardium 的十分仔的性格是怎样的 希望大家可以用疗剂 改变他这方面的脾气上的问题 令他可以在学业方面做得更好 可以开开心心的 好了 那些是老人家 老人家出现的问题 老人家可能退化 老人痴呆症 也会出现妄想问题 与恐惧症 或者多重性格 或者精神分裂 这些是比较严重的问题 但除了在 anacardium 马六甲斗 除了这方面之外 它亦都应用在肌肉 关节和皮肤 各方面都会用得着 例如有时候的孕妇 在怀孕期间出现 腸胃科 或者神经上的问题 anacardium 马六甲斗 都可以在这方面应用 我首先跟大家说 马六甲斗 是可以帮助一些 坏脾气的小孩 我相信大家 都可能有这样的小孩 我过去也处理过这类的小孩 通常那些家长的投诉 或者华学的投诉 都说这些小孩 脾气很坏的 很吻疹的 常常喜欢说粗口 骂人的 尿是斗非的 不声不声 但在大学业上 有时就拿100分 有时就拿0鸡蛋 总之 它在考试方面 表现是很不稳定的 它不是不行 但有时就不知为什么 它就会考得很差 所以 马六甲斗这种人 有时可以这样说 他们很怕考试 有时你叫读书 他就觉得 很快 因为要用脑过度 他就会散开 当然这些孩子 对自己可以这样说 是没有什么自信心 有时觉得 肌理很差 那头说完 立即就立即 很快就忘记了 当然 在这种情况的小孩 当然 他自己的自信心一定是很不够 虽然自己的自信心不够 但他当然也不想承认自己 对不对 他通常表现上 他表现上 好像觉得很恶 很容易发紧症 很容易被人激怒 发紧症的时候 可以这样说 他会粗口爆出 这个小孩 很多时候 原来问题 可以看得出 很多时候 他们的问题 是因为血糖的问题 他的血糖低 血糖一低的时候 有些人的情绪上 精神上 会有很大的影响 有些人的血糖低 就会敏症到死 所以 马六甲的斗角的人 有一个很特别的 很清晰的 关键的症状 他什么毛病都好 你给他吃些东西 他就会碰到 他可能头痛 可能胃痛 可能其他的问题 可能他有敏症 但他一吃了东西 他人就很舒服 这些人 这类的人 这类的小孩子 其实他不能饿 还有一个情况 他有时 对食物特别敏感 例如 对糖分 甜的食物特别敏感 他很可能好地地 但一吃了 含有糖分 那些食物 他人就变得很差 可能要发肥 八成几个钟头 慢慢糖分过了 他才会恢复正常 所以这是一个 十分仔的情况 在我们过去的经验 有时发现 马六甲的人 很多时候 如果你没有及时 帮到他们 或者医好他们 他们会慢慢变成 很多我们叫做 那些 我们那些 恶性 那些监犯 那些人 他们会做出一些 可能是 伤残人 杀人 那些 那些情况 他们里面 在内心 其实是 没有什么感觉 很多时候 小时候 你会看到 很喜欢虐待 那些小动物 可能把炮掌 绑住 那只狗 或者把那些 烧了烧动物 很多 十分仔的 很残酷 那些行为 在马六甲審命 就会看到 当然 我们有时听到 有些 所谓 连患的谋杀 案 很多时候 这类的人 可能都是这类 马六甲人的性格 那当然 他们和延安 为什么会造成 这种性格 其实很多时候 他们小时候 在家庭里面 是很不开心的 或者可能有一个 很严厉 很恶的 爸爸 可能有个爸爸是控酒的 经常喝酒 喝醉了酒之后 就会毒打他们 知道 十分仔的时候 没有什么能力反抗 没有什么能力 对付这些大人的羞辱他们 毒打他们 很多是肉体上的羞辱 肉手上的 abuse 通常他们会忍住 他们会忽住 但到有一天 他就说 他一定要报仇 我一定要报仇 他可能到时 就突然之间 就拿把刀 或者斩杀父母 这些这样的情况 我们往往 都是出现这些 马六甲的人方面 所以往往我们在报仗上 都有时发现这些很残酷的杀手 往往你看回他的家庭的童年背景 他也往往有这些经历 这个就是在我们的同学疗法里面 我们很有机会 如果能够处理得 有机会帮到这些人 很多这些悲剧都不会发生 所以有一种说法 其实监狱里面 很多马六甲刑的这些人 当然 我刚才所说 马六甲刀 亦都是容易帮助老人痴呆的 那些 例如奥塞马 这些 知道有些老人痴呆的时候 他的性格都会改变 他的记忆都变差 而且他的脾气 可以变得很坏 这种老人痴呆 还有可能 记忆力差 还有很多 情绪可能很低落 在这种情况 我们都可以想得到 还有情况 我们会用得到 神经系统 当脑和神经系统出现问题 他可能会发现 他人的脚很软弱 走老 肌肉没什么力 还有 脚振 手振 有时 他会感觉到 身体好像有些 是绑扎着他 他会说出一种感觉 他好像觉得 他的脚那里 好像有些 是绑扎着他 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 还有时候 我都看到 马六甲 会帮助一些人 出现一些 我们叫做 宗教狂烈 是很热的 即是 他变得 热冲的程度 可以说 超乎一般的情况 我们除了 Anacardium 这个疗劑之外 其中的疗劑是 Valra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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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bum 其实我们都有 这个很有趣的症状 它会突然之间 对宗教很抗议 突然不绝 来传道 在肉体上的症状 我们要留意 通常 无论 他有什么问题 他都会感觉 身体上 好像有个东西 塞住了他 他可能有 治疗问题 也可能有 眼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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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经常会感觉 他身体上 好像有个东西 塞住了他 但记住 马六甲 有一个很特别的症状 马六甲 有时候 头痛 什么引发头痛 就是他刚才所提及 他们不能够用脑 在用身脑 就觉得 他人会出现头痛 他痛 好像压着他痛 也好像有一块 活塞 塞住他 但记住 马六甲这个症状 很有趣 什么问题 他往往 你叫他吃了东西 他会觉得舒服 会觉得舒服 会觉得舒服 再说 马六甲 马六甲是一个 很有趣的精神状 状态 马六甲有时候 尤其是宗教狂烈 那些人 他会感觉上 好像神跟他说话 或者有个天使 跟他说话 他好像一边肩膀 有个天使 叫他做好事 另一肩膀 有个魔鬼 叫他做坏事 他有一种内部 内心的矛盾 一种冲突 这种是我们的妄想 他好像内心有一个 正与邪的挣扎 这个在马六甲里面 有时候可能 都会看到这种 的症状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所以马六甲 通常都是用在这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个 就是马六甲 原来帮助了那些孕婦 孕婦在怀孕期间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什么原因 都好 突然之间会失眠 那他失眠 就连续几晚 他解释不到 没有什么特别的因素 不是有事情 担心 或者胃不舒服 总之 他会突然之间 连续几晚会失眠 接着就好回一段时间 接着又无端端 有几晚失眠 这种情况之下 记住 马六甲是一个 可以用得着的疗剂 马六甲 也有时候 可以用在皮肤方面 皮肤的问题 我们有一种叫做 Rustox Poisoning Rustox 是一种 一种树 一种 Poison Ivy 那类的东西 有时候 有些人去 行山 不小心 拆过 接触了这种 植物 会令到皮肤 出现 好痕 又出水泡 一种流水泡 肿胀 这种 我们叫做 測树的中毒 因为皮肤 接触这些 有毒的植物 产生皮肤的痕氧 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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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水泡 黄黄 白白的液体分泌 在这个情况下 可以考虑 马六甲痘 皮肤方面 马六甲痘症 有时候 皮肤 手掌 生油 手掌 手掌 和手 里面 生油 这个 亦是马六甲 可以处理的症状 当然 有时候 陈兴华 如果 他的关键症状之一 他什么问题都好 吃了食物会舒服 很明显 有时候 经常会遇到 十二指腸 肺羊 十二指腸肺羊 和胃肺羊 有些不同 十二指腸肺羊 通常吃的食物会舒服 胃肺羊 胃肺羊 是相反的 胃肺羊 吃了食物会更差 如果有时候遇到这些情况 他们会觉得胃很空虚 很空虚的感觉 而他觉得胃不食 总之他吃了食物会舒服 所以 这是腸胃方面的问题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症状 马六甲有一个症状 就是有时候 他有时候是一种異味 不知道为什么 他闻到一些異味 有时候 有些人可能因为病了之后 可能是因为感冒之后 他上呼吸系统受了感染 之后 他就好像觉得 闻到一些烧焦的 薯枝 烧焦的味 所以 马六甲也帮助了一些人 有这样的臭觉上 是一种異味的感觉 有些情况之下 可能在视觉上 有一种改变了这种感觉 但最主 在臭觉上 是有这种感觉 好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先 马六甲这个痘状 我觉得 大家最有机会用到 在香港 如果说 那些小孩 脾气很坏 总之 经常粗口烂舌 骂人 骂得多 当然 他很可能 因为他爸爸 曾经对他来说 可以说 教他 不懂怎么教他 他形成这种性格 读书读得很差 有时 见到考试 突然之间 全部失忆 大家遇到这个情况之下 记住 很可能这个疗剂 就是你的小孩的 灵丹妙药了 原医生 刚才介绍了的 同类疗剂 觉得 合不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 零丹妙药 需要的话 有关同类疗法疗剂 可以在 铜锣湾 沙甸街 富城商业大厦二楼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陆创意健康店 买得到 查详电话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 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节目来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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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